来看的是台积电董事长张周谋 今天出席了台南科技发展座谈会 他大谈将在台南的科学园区来布局 预计将会增加7000个就业机会 同时他还喊出了大学生起薪 一定要超过22K 同时他还谈到执行副总蒋上益即将要退休 张周谋他自己说 他非常的不舍不过不会影响公司发展 台积电董事长张周谋 28号出席台南市长赖清德的科技发展座谈会 不止薪资挂保证一定超过22K 张周谋也计划投资4500亿 要在台南科学园区改新厂 预估未来5年将增加7000个就业机会 不过问到关键的研发问题 张周谋态度乐观 强调执行副总蒋上益的退休 一定不会影响公司发展 只是对于共事13年的伙伴即将离开 张周谋也坦言非常不舍 努力拼事业 不过对敏感的时事问题一概不谈 看来台积电未来研发是否面临挑战 外界都在等着看 东森财经新闻 吴仁芬 吴志明台北参访报导